哈喽大家好 孟加拉帮帮帮有很多种颜色 基础的金色 银色 雪色 那今天我们重点来说说 雪色这个颜色分支中的 水雕色和山猫色 先从大面上的遗传和颜色来说说好了 那关于纯种猫的颜色和遗传 大家知道纯种猫其实有很多种颜色 但其实猫咪的基本色只有两种 黑色和红色 除此之外其实是没有别的颜色 其他颜色都是由淡化基因作用产生的 红色的淡化色是黄色 乳色 那黑色的淡化色是蓝色 巧克力色 淡紫色 至于白斑和全白的猫咪呢 它其实是由白化基因作用产生的 在这个白化基因作用下呢 猫咪原本的颜色无法据现出来 也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白猫其实是给自己生披了一层盔甲 水雕和山猫这两个颜色很多粉丝 第一反应就是水雕美啊 从这个基因型来说 山猫是需要两个CS基因组合形成的 水雕是需要一个CS和一个CB基因组合形成的 在繁育的角度来说 出水雕和出山猫的概率 其实完全取决于繁育组的基础色 也就是看你的繁育组要怎么搭配 通过算法反推 其实是可以推出各个颜色的后代的数量的 繁育到今天 我觉得除了乌贼确实是很少被繁育出来以外 水雕和山猫受到大众喜爱的这个程度啊 目前来说都已经是非常常见了 水雕和山猫到底哪一个美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我看来都很美 这里我要分两个阶段来说 第一个阶段是幼猫期 第二个阶段就是成年期 幼猫期呢也就是家长们经常会面临的这个雪猫的时期 那在这个时期其实山猫色是吃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水雕色在刚出生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一种泛粉的状态 对比度呢也比山猫色要高 当然水雕色的对比度要比乌贼要低 所以说水雕在整个幼猫时期都会处于一个粉嫩的 肉眼刚好可见花纹的 对比度很不错的状态下 非常漂亮 那同样是幼猫时期的山猫呢 可能就会吃点亏了 因为山猫在幼年时期的对比度是比较弱的 有的山猫看起来甚至是白茫茫一片 很多小山猫啊 这个它的花纹 在幼年时期是要硬着阳光才能看出来的 这个会导致山猫的猫咪在找新家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吃亏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成年期了 这个阶段呢 其实山猫和水雕两种颜色都已经发育的差不多了 它们的对比度也逐渐稳定 那花纹也都能看得清楚 相比之下呢 水雕的花纹啊 就会显得非常重 有的甚至底色也会被上色 如果说你的水雕在含碳啊 那这只水雕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浅的筋爆的即时感 那山猫呢 可能就会另有一番风景 成年后的山猫花纹也会很深 但是呢 它的底色不太会太浓重 所以这个整体的感觉来说 成年山猫就是清冷的 水雕就是炙热的 而带有浅色基因的雪豹啊 不论是在水雕色还是山猫色 浅色基因都会让整个雪豹看起来明亮一度 更加干净 同样也会用干净的脸板 但是浅色基因还是比较依赖系统的 那么家长在选择雪豹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一些建议 首先如果你是宠物家庭 一定要了解这个宠物家庭比较多 会在眼睛色素上会有一定的追逐 那么在雪豹里面 眼色素是跟着雪豹的基因型走的 你要知道 山猫色是湛蓝色的眼睛 水雕色是蓝绿色或者湖水蓝色的眼睛 那么乌贼色是黄绿色 它有黄青相的眼睛 那你要想想 如果你真的是喜欢那种湛蓝湛蓝的眼睛 我想你可能要多往山猫色里面去找一找 但是除了基因以外 其他的因素不会影响小猫的眼睛色素吗 会的 比如说一个母亲 她具有比较重的眼睛色素的情况下 她的重眼色素会被遗传到她的后代里面 那么她的后代可能会表现出 比其他繁育组后代眼色素更深的一个情况 这也就是说在追求眼色的时候 你首先要先确定自己的基因型 其次呢 看一下这个繁育组父母亲的眼睛 眼色素的情况 其次要认识到说 幼猫七二 水雕是一定要比山猫更加深 更加高对比度 所以大家不要说被水雕的表象迷惑了 水雕就一定美 山猫就一定浅 其实不一定的 然后呢 你要看一下父母的花纹的对比度 因为父母花纹的对比度 这会决定了小猫后代的花纹对比度 其实大差不差的 最后呢 就是你要评估你的演员 评估猫咪的性格 包括评估猫咪对人 对猫 甚至对狗狗的友好度 那如果你是繁育人 啥也别说 就是先看血统和版型 因为你一定是繁育为先 比赛辅助的 那么血统没什么好说的 就多问问 然后听一听呢 是个故事 但是也别太心故事 在这个有血统保障的前提下 关注版型 关注你所要的版型 你是要繁育大花纹呢 还是要繁育小暴点 还是天天圈 那在血豹里面 一定要考虑的是 有没有能力去 迷入这个融合型的新版 或者说现代版 因为确实啊 现代版的血豹 要稍微好看 因为它的头版呢 看起来要更加的立体 然后大鼻头 小耳朵 大眼睛 甜美度确证很高 然后干净的脸版 但是纪念版的大花纹 它的花纹也很漂亮 我觉得如果你是冲着花纹去的 也是未尝不可的 其次呢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一套 繁育的公式 繁育的展 看你在繁育计划中缺什么 想要提升什么 你就重点去选择 去做你的繁育组的升级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我是你们的繁育人小金姐 那关于孟加拉豹猫 孟加拉豹猫的繁育 以及宠物圈 宠物行业 有更多想要交流的 欢迎仔细联系我 拜拜 拜拜